聽完了徐佳瑩的你敢不敢之後 大家期待的那個 何韻四阿姑 她已經坐在我的面前了 其實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她 她有要來探班 因為我之前就是問她 問了很多次 我一開始我就 妳問誰 咦 喂 嗨 嗨 麥克風已經開了 我要先抱怨 好大聲 喔 可以嗎 現在還很大聲嗎 妳問誰啊 蛤 問你啊 你耳機現在可以嗎 喔喔 有有有 好小姐姐 再幫她調耳機 這邊好隨性喔 對對對 我剛剛講什麼 我要先抱怨 我跟何韻四幾乎就是一個網友的狀態 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面了 喔 對啊 然後我都 她演那個賈寶玉的時候 我都有坐飛機去看她 然後她之前在香港演唱會的時候 我也有坐飛機去看她 然後呢 欸是去年嗎 前年 欸是去年嗎 去年 我們的演唱會 次問次答 就撞齊 喔 對 我在小巨蛋的演唱會 5月17號 然後妳也是同一天 然後我就沒有辦法看妳 然後妳也沒辦法看我 結果呢 我的演唱會 我就把她 就是有去香港 然後我就大概有問了妳10次吧 欸妳有要來嗎 妳有沒有要來啊 結果她還是沒來 因為她那個時候就是一直在關心國家大事 然後我就 問了10次之後 我想好像我不要再問了 她應該不會來了 但就是 她順便周遭的朋友都有來看我 然後我就覺得很高興 好我已經抱怨完畢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沒關係 就讓我罵一下 好 耶 好 這次她為什麼會來 是因為 她要辦演唱會了 吞口水 對 因為我剛才喝了湯 濃湯 感覺很渴 對 因為妳要辦演唱會了 是的 欸 我的小超咧 喂 嗨 我要幫妳填一下那個 空 空缸 不是 那個小張的字 所以妳的節目 都這樣做的嗎 什麼 妳說了 就 空 就是 妳好關係啊 喔 OK 妳看這是我今天為了妳要來 然後 小姐姐跟我一起做的仿缸 喔 好用心喔 嗯 前面就是先寫 就是先罵 罵完之後再開始 好 妳的演唱會的門票簽 恭喜妳 已經賣完了 沒有啦 有第一 沒有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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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五分 妳不要誤導大家 好 她的那個演唱會的第一場 就是已經賣完了 五分鐘沒啦 我那樣誤導就賣完 對 是的 這個是 好 但是今天中午就是開賣 妳要加場了 加場 對 4月1號的 嗯 我猜應該也很快就會賣光光 但還是沒還沒賣完啦 對 就只剩下一點點 所以 還是要去買啦 而且我知道有 還是可以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都說 欸妳的票買不到了 結果其實還是有一點點勝 嗯 就每一次就 就大家都被誤導 對啊 所以就還是有 今天剛剛開賣 還是可以去買的 耶 我猜應該明天就沒了 不一定 而且有很多人都是從香港 就是要來看的耶 是 我去看妳的那個 Facebook下面的留言 他們都是都很 很熱情 而且很熱血 就很 很抱怨啊 就說為什麼我都 只是在台北 對啊 沒有辦法 她就是比較愛台北啊 嗯 耶 耶 沒有啦 香港也沒有場地 就是 這個有點困難 我申請紅館就不批啊 喔 欸但是 但是 但是去年你有 就講這種話 那去年你有在香港啊 去年 欸是去年嗎 是去年啊 前年啦 是前年嗎 喔是前年 現在已經2015年了 我去年是只有 欸 去年也只有做過 台北一場演唱會 對啊 所以這次來台北就是對的 沒有偏心啊 所以這幻鄉黨人 這也 這樣蠻偏心的吧 有嗎 妳在紅館 那個是很大廠的耶 是啊 但是前年啊 去年就 去年就佔領了 對 嗯 OK You're dead air 哈哈 好 欸我剛剛講說 喔那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妳每次辦演唱會的時候 都有很多很厲害的周邊商品 嗯 那這次會有嗎 蛤 妳問得不錯 我就是 這問題問得不錯 是有的 有喔 對對對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先偷看到 欸還沒啦 就現在還在 還在設計 對對對 設計好了 但有就是在production當中 開始 當中開始 那妳會就是設計好之後 妳就會趕快先放到Facebook上面 給大家偷看對不對 對啊對啊對啊 會啊會啊會啊 那妳會多準備一點嗎 給誰 就是萬一如果就是不能來到現場 妳看我 我現在就是很為 所有的喜歡妳的歌迷著想 喔喔喔喔 因為除了台北跟香港的 其實還有一些中國大陸的人 是啊 他們很愛妳 是是是我知道 他們就是可能就沒有辦法來看 但他們可能可以擁有周邊商品 是 我欸 因為我這一次其實是找了一個台灣的設計的 就是新的合作 我知道是黃紫緣 欸 妳是不開 因為我認識她 對 反正就找了一個新的朋友啦 那我覺得就換一換那個感覺嘛 就是而且我也越來越文青了 對所以就找一些文青來幫忙做這樣子 對啊 那這一次妳講到文青 那對於演唱會 的 我剛剛只是說笑啦 我沒有 我沒有真的覺得自己很文青啦 我怕真的 那個收音機旁邊的聽到就覺得 哇這個人很驕傲 我覺得對於文青的定義很難 可能可以很負面對不對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 她是有一個狀態的 可能妳講到文青 大家腦中都會有一個畫面 嗯 好那我其實妳剛剛講到文青 我就有想到 那妳這一次表演的場地呢 就是舞台 我說的那些佈置 妳會有特別的 沒有 那歌單呢 嗯 現在在想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 那個我從上一次的演出到這一次的中間發生太多事情了 就是在我的人生跟我的整個歌手的身份都有不一樣 嗯 那所以我很希望這個可以在這個演出裡面就是能讓大家感覺得到那個不一樣 所以這個這個演出的名字叫Reimagine 那那個也是我覺得是大家不只是我啦 就很多人在這個期間都有一些改變 或是甚至整個社會都有一些改變 嗯 因為妳很呆的看著我 我就 妳聽得懂嗎 我可能 我只是天生長得很呆 OK 我在思考妳說的話 對 反正我覺得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整個香港或台灣都是 那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去重新去為自己定位 嗯 或重新去想像這個歌手的身份 或年輕人也可以想想自己的 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 對 那 反正這個是我今年的功課啦 對 這個節目是不是很適合講那麼 我以前不會 我以前看過妳演唱會 妳在台北的演唱會話都超多的 是嗎 那我講少一點 不要不要不要 大家應該很喜歡 不會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就是 像去台中 可能有一些是 從台北下去看的 那 我有擔心大家可能沒車回來 所以我會盡量的 剪短 對 然後 欸妳知道我以前啊 在高雄就是開演唱會的時候 因為我都 當時票賣得不是很好 嗯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於是我就包了一個遊覽車 然後我們就一起坐下去 蛤 對 就是大家一起去看表演 然後大家再一起回來 可以提供給妳參考 嗯 好 對但是在車上就是會有點不自在就對了 對啊 然後翹腳幹嘛 好累喔 而且 高雄到台北是五個小時吧 蛤 蛤 開車啦 對啊 開車 好像是欸 哇好累喔 不會累啦 就是跟歌迷就是交朋友啊 呵呵呵 培養感情 所以妳是載了多少人下去 我忘了就是一輛遊覽車跟樂手 還有我們這樣子 喔 嗯 好酷吧 嗯 OK 我想大家應該會很想跟你一起坐車 好我們聊了兩首歌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再來聊天 我能感覺妳的手 何韻詩叫我訪問獨立 我可以喔 其實我也沒有要訪問的意思 我就是很想要跟大家聊天 你現在坐在我前面除了何韻詩之外 還有他的經濟就是獨立 經濟 對啊 OK 嗯 好啊 好算了我們還是 還是繼續去聊一些演唱會的事情好了 可是妳可以訪問他 妳跟他比較熟 我就會說獨立妳有想我嗎 他就會說有 嗯 妳看 呵呵呵 恭喜妳 呵呵呵 恭喜妳 好啦我們先來聊演唱會 我還沒還沒聊完 好 那這次演唱會 除非妳歌單開好了嗎 當然沒有啦 我就知道 妳會這麼早又有歌單嗎 不會 對啊 但是我就會知道大部分是那樣啦 那我也知道啊 大部分都是我的歌啊 那妳有新的創作嗎 沒有 我好像從很久以前問說 欸那妳有在演歌嗎 沒有沒有 沒有 因為這個 真的有點忙 嗯 尤其這半年啦 就是真的 真的有點分身不下 對 但是我上次去香港的時候 我有偷偷的聽到 一首新的歌 好 很偷偷的聽到 我覺得那首歌好好聽喔 妳怎麼聽到的 就是我去找那個盧凱彤啊 然後我就去人山人海啊 所以我身邊的人 就是一直把我的東西就是放出去 是這樣嗎 沒有沒有 因為他是偷偷的 所以就是對我來講說 喔好我就 所以他有跟你說 欸不要跟他鼓腳喔 沒有他只有說 他好像也沒有叫我不要跟你講 反正就是先給我偷聽 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很好聽 嗯 嗯 所以很好聽 但因為 這個先不要講啦 因為這個 有技術上的問題 我知道 那 那那個好聽的歌 那那個好聽的歌 我們會在這次演唱會聽到嗎 因為我這樣跟大家講 大家就會 蛤什麼好聽的歌 好想聽喔 嗯 OK 有難度是不是 對 對 因為那個 唉 對啊 就是有技術上的問題 好吧 歌曲的部分 大家要先等一下 對 好 那就 各位聽眾就當作我剛剛是在炫耀好了 是不是只有我聽過你們還沒 好之後有一天 也許你們可以聽到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次演唱會 就之後囉 嗯 對 那那個一定 對 好 好 那會有別的新歌嗎 沒有啊 沒有別的新歌 沒有 我上次去香港看你演唱會 在紅坎看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點點劇場的感覺 劇場這什麼意思 就是 劇場的感覺 就是 劇場 就是 賈寶玉那種劇場 對 喔 你有放一點那個 感覺進去 哇 你跳得很遠欸突然 沒有啊 還是講演唱會的東西 既然不能聊歌的話 我們就來聊演唱會表演的形式 有啦 那個 那個 去年那個 前年那個演唱會 我覺得是 呃 我的一個 那個階段的一個總結 我常常都做總結 一直總結我自己的人生 那那個 就放了很多 呃 從可能 大概五年前 嗯 的那個經歷 尤其就是 呃 從香港 會檢視自己的人 嗯 人生的人嗎 對 而且我是 會一直 一直得到那個機會 就是 有一些 衝擊會 就是 撞過來 然後就 我一定要去 去 去想 或一定要去面對的 一些事情 對啊 那些不是我 自己設計的啦 對啊 所以其實 你的人生就是 會遇到很多很多的經歷 包括 像賈寶玉 演了100場 這件事情也 我覺得也好不可思議 因為我向左走 向右走 現在才演到 48場 我就覺得天啊 也太 太久了吧 然後我想說 因為他們 我的那個劇團也說 他們想要演到100場 嗯 我就沒有辦法想像 我竟然還有52場 要演這件事情 那個 那個其實是蠻 辛苦的一個經歷啦 但 也 我覺得我現在 在做我也 可能沒辦法 就是 這樣做100場 而且是 真的 真的 跑了兩年 兩年多吧 那 尤其 開始的時候是 第一輪在香港 是20場 連續 對 而且是前面 就是有一些 可能是下午 下午跟晚上 晚上 那我那個戲 你看過就 四個小時嘛 嗯 我是一直在台上 而且是很 除了體力以外 還有 心也是很累的 因為那個裡面的情緒很多 所以我做完 其實整個 身體就壞掉了 嗯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說 不能再演了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 完全覺得 感覺到自己的 有 如果再要這樣演下去 就是會有很多 毛病 會 真的會變成 病了 對 所以 所以 就 為了照顧自己的 人 就 就要 要做這樣一個決定 所以你後來又接觸到了氣功 然後你人又不一樣了 是 但我很想知道 就是為什麼你會變那麼瘦 氣功啊 是因為氣功才會變瘦 很 會變瘦的嗎 呃 因為 我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 那個 那種 以為自己很胖 都是水腫 突然 我超腫的 變成健康的 那個養生節目 因為 這個 其實我現在看回 兩年前的照片 就完全發現 是這個問題 就是 以前 可能因為很多 那個 血氣不好 然後也沒有 那麼照顧自己的身體 然後就 以為自己是 當然也是胖啊 那個時候也是蠻胖的 那 但 主要是腫 就整個臉像個包子一樣 對啊 那現在其實 呃 就因為有 有 練那個 那個 有做 meditation 那就會 很 很自然就會 保持這個狀態 喔 所以就會 就是沒有辦法再胖一點點就是了 有 我胖回來一點了 有嗎 有有有有 因為我跟妳太久沒有見面 因為我跟妳是網友的狀態 對 對 就是要問都立 所以他真的有胖回來一點點嗎 有一點啦 我其實在去年 就是香港 香港佔領的那段時間 是 超級瘦 比 我在演唱會那個時候更瘦 那真的很瘦 因為我去看演唱會 我已經覺得很瘦了 對 那個 就是原來可以更瘦 對 嗯 然後 然後 又聊到 氣功 對 然後他說 演唱會也沒有要唱什麼新歌 就 唱一下舊的 OK吧 可以有什麼精彩的地方嗎 譬如說 可能會 你可以提議一下嗎 嘉賓啊 嘉賓啊 你會叫阿姆來嗎 嗯 沒有錢 飛他來 欸 欸 我們已經聊到剩最後一首歌了耶 欸 是嗎 喔 對 我喜歡這首歌 不錯的 對 好 那 我剛剛講到文青這件事情 我記得你之前還跟我提了一件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以講 所以你之後像演唱會這個 那你之後還有什麼計畫嗎 蛤 所以我提到什麼 沒有那你之後有什麼計畫嗎 呃 我 就想想怎麼當歌手了 因為我要回歸這個身份 呃 現在還在適應當中 因為去 就大概半年 都沒有當歌 欸 不止了 一年了 我上一次的演出 真正的演唱會是 就是台北的那一場 那一年前了 那怎麼樣 呃 就是把我新 新感覺到的東西 或是新的那些其他的身份 跟這個歌手的身份去融合 那個是我 我要 我要 就是調整一下的 但 呃 反正我覺得這個起點 就是又回到台北去做這件事情 呃 就做一個warm up 然後 後面會再 回到香港 兩個都是回 會 台北都是回到 然後香港又再回到的時候 我覺得會 呃 有一個更清楚的一個畫面 一個picture 對 我們都知道你很愛 就是自己做東西 就是很會烹飪 蛤 就是很會烹飪 就是很會 喔喔喔喔 很會做菜 喔喔喔 會自己做貝果啊 然後又會自己種東西 欸 檸檬 你知道檸檬要怎麼種嗎 我其實有一 有一棵檸 檸檬樹 怎麼樣 它有長出檸檬過嗎 沒有 它有長到很高 才可以有檸檬 很高 就是樹 那麼高 起碼 一個人吧 所以你在你家陽台那邊 有種一個檸檬樹 對 但它還是很小 現在還是大概 1m這樣 幼稚園的程度 對 等到高中 還要等一點時間 好好好 因為我 還有什麼 我剛剛有期待你的檸檬 我有說要給你嗎 沒有 應該 因為它真正要長出來 可能就只有一顆耶 是嗎 對 因為我就是常常要買檸檬 然後我就覺得檸檬好貴喔 然後我剛剛就是 檸檬還好吧 薑才貴耶 現在的薑好貴 因為我沒有買 我想種薑 薑應該比較好得薑 嗯 對 差不多啦 好我期待你的檸檬長出來 我應該會覺得 好 我就會 很感動 試著去種檸檬樹看看 但真的要很久 我那個樹已經 大概兩年了 還是 就只是 一個小孩那麼高 喔 對啊 所以 而且我的那個陽台是 非常可以種東西的 但 它也 就長得很慢 對啊 那你真不會做東西 你會不會有考慮 有一天要做給大家吃 大家是 指 就是一些顧客啊 粉絲啊 歌迷 有啦 我希望今年可以開到我獎 十年的咖啡店 我就是要問這個問題 結果我剩下二十秒 哈哈 會喔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問啊 因為我以為不能說啊 然後我就在那邊 尋尋善又 希望你自己可以講出來 好啦 剩十秒了 會齁 會會會 大家期待 對對對 這個一定要做了 我是在這裡講的 耶 好買票喔各位 算一點點